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俄羅斯沒有在做的 就叫做宗教戰 宗教戰這個東西算是中國所獨有的 怎麼說呢? 大家知道中國其實基本上不太允許 宗教勢力的一個存在 但是它會特別扶植特定的宗教勢力 就是為了打這個宗教戰 所以在打宗教戰之前呢 其實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 用我剛剛講的地面滲透的模式 不斷的不斷的告訴台灣的民眾 說其實媽祖是中國的 那大家知道媽祖算是我們台灣 大家看郭台銘選總統也是請示媽祖 所以媽祖這個算是在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神秘 那他所要塑造的一個形象就是 我們台灣的媽祖要認祖歸宗 那認祖歸宗的方式就是要到中國 譬如說魅州 天津那邊也有 就是去找他們原來的媽祖在哪裡 所以中國特地培植了中國自己的媽祖 那我們這邊都叫大家統戰媽祖 那培植這個勢力之後呢 讓台灣的這些交流團 剛剛講的這些地面交流 不斷不斷的每個禮拜每個月呢 去做認媽祖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我們去參加中國的媽祖遶境 大概有點像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這個宗教戰之所以能夠成功 一定就是它必須先藉由資訊戰 先把這樣的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 散播到台灣的民間 讓大家慢慢覺得說 欸 中國也有媽祖 而且還去傳遞一些中國媽祖 一些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這個時候 當大家有這種認同感跟情緒的時候 他再去舉辦跟中國相關的一些交流活動 然後去跟中國的媽祖交流的時候 很多人就願意參加 宗教戰目的就是要去操縱選舉了 而不是我講的資訊戰只是要亂 所以宗教戰怎麼做呢 很簡單 當我們已經有那麼多人 相信中國的媽祖是重要的神明的時候 中國的媽祖來台灣遶境就變得很有意義 所以中國的媽祖他就可以出發來到台灣 做遶境的動作 做遶境大家都知道 遶境是一個非常有經濟利益的一個活動 我今天媽祖在繞過哪一條路 我今天媽祖是停在哪一個宮廟 在那邊住點 都可以直接造成那一個宮廟的繁榮 所以這時候中國根本一毛錢都不用付 他不需要什麼付錢給當地的宮廟 請他支持特地的候選人 完全不用做這樣的事情 他只要在台灣用資訊戰製造一些受眾之後 他宗教戰過來 中國的媽祖來台灣繞 繞的時候他那個路線只要是有協調過的 他每繞過一個點 其實就等於給了對方賄賂 所以他每繞過一個點 讓那個地方就會必須要聽他的話 不然下次他來的時候就不繞你這個地方 這時候再通過白手套告訴這些宮廟 告訴這些地方勢力說 這一次的立委候選 你可能要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這樣不就達到所謂會選的目的嗎 那他完全是用宗教勢力來做包裝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宗教戰 那他前面必須要搭配資訊戰 才有辦法讓這個宗教戰打得那麼成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體的模型就是 混合戰是一個大的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資訊戰 資訊戰裡面有認知領域作戰 認知領域作戰裡面又有假新聞作戰 所以假新聞作戰其實是裡面最小最小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應對這種新型態的戰爭 我們沒有辦法全盤的去理解這個叫做混合戰 然後只針對那個小小的叫做假新聞來做應對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擋 中國這個混合戰的攻擊 那這個每一個戰爭的目的當然都會不一樣 資訊戰就像我們不斷介紹的 資訊戰最主要就是要讓社會產生對立 要讓這個社會變得更亂 那他最後都是要服從於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我講的這個最大的叫做混合戰 那混合戰的目的其實就是併吞 毛澤東以前講過要血洗台灣 那習近平當然不會講得那麼明白 那他們解放軍新的一種替換線的說法 叫做留島不留人 就是台灣這個島可以留著 但是人可以不用留著 那是他們最終的目的 要達到那個目的 要做到這個併吞 或者要血洗台灣 他之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的各式各樣的騙數 九二共事啊一國兩制啊和平協議啊 大家也知道解放軍如果真的要來攻打台灣 要登陸台灣 其實實際上是有很多困難的 但如果今天你簽了和平協議 意思就是你開門直接讓解放軍進來 那這個時候他本來有那麼多的成本 你就等於直接敞開讓他進來 在台灣做清鄉的動作嘛 那他台灣一旦做了這些動作之後 你一旦簽了和平協議 基本上你什麼事都做不了 大家應該知道上一個簽和平協議的 就是新疆跟西藏 那新疆跟西藏 大家也看到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好幾百萬人被關在這個在教育營 但是國際社會卻沒有辦法營救 因為你簽了和平協議 你們是一個國家 這是你們這個國家裡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常講這個順口溜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2008年以前 就是不斷的他們發現打 其實成本很高 所以用買的嘛 用買的方式就是收買媒體啊 收買政治人物啊 但現在發現其實用資訊站 成本低又快 所以就變成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那到最後用欺騙的方式 他們在說和平協議 到最後用這樣的一個騙數 把台灣吃下來 像是一萬塊 那這探索 應該是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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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